就一定会联想出许多与之相关联的物品 例如玉玺、龙椅、龙袍等等 其中龙袍上有各种龙章的图案 而且历代都有所变化 龙袍作为最高统治者的象征服装 一般人是不敢穿的 也是不允许穿的 慈禧太后应该算得上 清朝末期的最高统治者了吧 当她死的时候 身上都不敢穿龙袍 而是穿的一件凤袍 可是我国考古学家却在一座古墓中 发现一名女子身着龙袍 经过我国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的多番考证后 发现这名女子其实就是康熙的爱女顾伦蓉仙公主 她被安葬于我国内蒙古尺丰巴林又齐 虽然她已经下葬两百多年了 可是她的皮肤依旧具有弹性 而且身上所穿的龙袍依旧金光闪闪夺人眼球 她为何会穿上龙袍下葬呢 当时清朝是有明文规定的 要穿龙袍下葬 首先必须要是皇后或者是皇帝正宝所生的子女 并且还要经过皇帝的同意 这才能够身着龙袍下葬 可能大家有所不知 这位顾伦蓉仙公主其实并不是皇后所生的 而是一名普通妃子所生 可是她的运气却十分的好 皇帝的妻下本来有很多的子女 可是却纷纷因为后宫心计 或者因天生疾病失去了生命 这样一来 顾伦蓉仙公主这个女儿 一下子就受到了康熙皇帝的毒宠 康熙皇帝对其可谓是非常的疼爱 只要是他想要的都会尽量满足他 真可谓是可上九天揽月 可下五阳捉鳖 后来康熙皇帝更是将其视为自己的嫡系 将其封了为顾伦公主 顾伦公主成年后 康熙皇帝为了和蒙古和亲 便只好忍痛割爱 将顾伦蓉仙公主 嫁给了蒙古王子乌尔滚 当顾伦蓉仙公主去世后 雍正皇帝处于对康熙的尊敬 就让顾伦蓉仙公主身着龙袍下葬了 可惜的是 顾伦蓉仙公主的墓是被盗墓贼发现的 她墓内的一些珍宝已经被盗墓贼盗却走了 至于踪迹 现如今考古学家都未能查明 好了 我是邱宇